大家好,我是实力阳场Michelle 今天给大家介绍在同一天 我在东区唐人街家庭法餐天花板Bartiful 女儿在东京刚平上米其林法餐的Lass 我们用相同的价格 我们来做一个美食大比拼 一进殿堂就能看见这家店的主厨谢夫 是曾经得过米其林奖的 这家店在小红书上被评价的特别的高 而且从五点开始 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年轻情侣 今天我生日想预定 也因为爆满没预定上 这家店我曾经来过一次 半年前 我觉得味道呢还是不错的 生鱼松人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口味还行 袋子煎得外脆里嫩 装盘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sauce也是咸鲜有佳 这是今晚最值得称道的一个菜 今日海鲜一点都不鲜 是让我失望的一道菜 油风鸭腿其实是他们的招牌菜 但是今天做的没有我半年前来吃的那么好吃 饮料只点了苏打水 人均消费加小费66元 女儿刚好在东京 我向她推荐了刚平上米其林店的法餐 LAS 它的中午的套餐是6800日元 相当于家园68元 没有小费的 在日本消费 自家产的MOZZARERA CHEESE 鹅肝饼干 左河现产的新洋葱 加上8个月熟成的芝士 烟熏挪挪威三文鱼 加上avocado dip和sour cream 特级牡蛎result 紫羊和小洋葱的sauce 甜点是福岗产的芝士 加上烤过的sweet potato 广岛产的13种品种的harp tea 女儿说真的是道道是精品 同样的价格 同样的法国料理 你更愿意尝试哪一个呢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